你怎么创造的 你心不善 思想不善 言语不善 行为不善 这就是制造混乱 制造灾难 如果反过来 你的心善 思维善 言语善 行为善 这个世界什么灾难都没有了 人人都行善 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 化解一切问题 不是别的 在意念 美好的意念能生起来 这在认知 虽世尊当年在世 为我们 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目的在哪里 目的叫我们 明了四世真相 真正做到爱人如己 佛法将慈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慈悲是无条件的爱心 那么现在 现在这个社会 大众啊 迷失了自信 迷失了自信 没有爱心 他连自己都不爱 他怎么会爱别人 怎么会为自 他自己都不爱呢 真正爱自己 他不会造罪业 罪业的国报在现前 就是疾病 那么在将来 那是三途 不相信因果报应 不相信有来世 那你相不相信啊 你现前的多灾多病 纵然你是大富大贵 你有烦恼 你有忧虑 你有疑虑 你有疑虑 你的生活 不美满 换一句话说 你的生活 苦多落少啊 甚至于亏损 你活在这个世界 百分之九十 是在受苦 你享乐的时候 你仔细想想 你能不能在一生当中说 百分之十 你在享乐 那就很了不起了 所以佛告诉我们 人道啊 有疤苦啊 苦稍微停一下 你感觉到很弱 每一天三餐饭 一餐没吃 你就个子 哦 就很苦啊 三餐吃饱了 把那饿苦忘掉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 今年全球 水灾 旱灾 地震 风灾 农作物的损害 非常严重 这就说明 我们的粮食 减产了 这个问题严重 地球生态平衡的破坏 这个气温的上升 雪山之融化 雪山如果完全融化了 这个大街江 这个水云都断掉了 饮水成了问题了 我还看到一篇报告 报告就是长江 长江的水不能饮用了 甚至于不能灌开了 这个严重啊 这是云江两岸的工商业的开发 把这个 这个雾水啊 都往江里面倒 随长江水被染污了 长江里面的这些鱼虾 不能生存了 水不能饮用了 这还得了啊 这个灾难是人为的 所以我们明白这些道理 小的灾难 根源 贪嗔痴慢 这根源呢 我们要从这里把根源断掉 生活一定要解决 如果能够速食最好 肉食里头带的病 这个病菌 比蔬菜高过一百倍都不止 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的时候 有一千多种新的这些病菌 从前没看见过的 佛在经上说 一切卫生造 这些新的病菌 是新造出来的 我们能够理解 从前人虽有贪嗔痴 贪嗔痴并不严重 谁还能过去 现在人的贪嗔痴不断上升 这上升就新的病病出来了 你想治疗 来不及了 你还没找到新药 这病就发生了 而且传人命 蔓延迅速 这个确实是很严重的灾难 不能不小心谨慎 以佛法修行 是好死去 修佛的人 第一个是不怕死 为什么呢 知道没有生死 这是世间人不知道的 佛法知道 纵然你修行不能成功 你也知道 这个生 死是生 生的 有生死 灵魂没生死 生可以燃疾病 灵魂不燃疾病 灵魂只有迷惑 也带病菌 带什么呢 带贪嗤痴慢的稀奇 它有这个东西 我们的修行 真正的目的是怎样 提升我们的灵性 注意说 灵性里面 没有谈成什么 换一句话说 这稀奇都不来 我们提升自己的灵性 没有生死 没有疾病 这才是真正防止的 妙法 好 好